乐队的两个手分工问题 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也给大家简要的介绍过了 就是乐队指挥拿着指挥棒的右手 主要更多的是给予速度 左手是给予更多的表情 和音乐的线条 也就是说通常两个手同时这样运动的时候 尽可能要避免 要尽可能的用这一只手就会告诉全体乐队的速度 然后这只手更多的去管一下表情 或者是给另外一个声部 比如说我们现在拿贝多芬的奏鸣曲《月光》来说 我的右手就是控制着整首曲子的一个速度律动 就是一个三菱音 而我的左手可能会给更多的声部 现在我来给大家示范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我们现在再拿另一段音乐 贝多芬的这个钢琴奏鸣曲 《悲怅》的第二乐章 同样也是一样 这段音乐呢 就更加适合你的左手 去做一些表情 最主要的左手 一定要给别人一种 线条上的一种感觉 要让这个音乐感觉 有一种诉说感 要有音乐的终点 要有音乐的起点 现在我来给大家示范一下 这都可以带给大家更多的祈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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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